內地單日新增8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 新增病例首次降致個位數 國家衛健委說疫情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 最北京記者陳詠詩報導 星期四新增8宗病例 5宗來自武漢 其餘3宗都是境外輸入 當局統計21省份已超過14日 沒有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疫情稍為緩和 有市民到明城常為子宮院賞媒 北京部分著名景點仍然關閉 其中故宮在1月底起閉館 到現在仍然未開放 外圍更加封上圍欄 有人願駐守 上海景點陸續重開 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星期四重新開放 有旅客在開門前排隊等候入場 因應防疫 電視塔嚴格限制人流 每日最多接待7500人 另一個景點金茂大廈88層 旅客入場前除了要探熱 亦要出示電子健康碼證明健康 上海文旅局在上個月發布通知 規定當地A級旅遊警區實行預約制參觀 接待人數要減半 全上海已有超過20個警區恢復開放 至於上海迪士尼在關閉近兩個月之後 迪士尼小鎮、星縣公園和酒店的部分救物和餐飲商店等等 已經在星期一恢復營業 但樂園就繼續關閉 無線電視珠北京記者陳榮師報道 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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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門